歡迎收看 有會問到這樣 對 他就直接說 妳穿妳顏色內褲 然後我就直接說 我穿肉色的阿嬤內褲 然後他就會立刻冷掉 就說 好 不是 有時候還滿性感的 真的嗎 肉色阿嬤內褲 阿嬤說點話嘛 對不對 阿嬤內褲也是OK的 因為他說如果講一些 阿嬤他會自己知道 不夠性感 他會把它掰成釘子 我還會批評 有一下 我看過阿嬤內褲 我還滾開啦 阿嬤在勾引那個公園的阿嬤 的時候就是這樣 阿嬤說你老了 你鬆掉了… 阿嬤說我聽你在放肥 來 嚴重 你看 性騷擾 是阿嬤都要性騷擾 是阿嬤都要性騷擾 玉琳哥 怎麼辦 不是只有女生會被性騷擾 男生也會被性騷擾 你從小就 愛妃你如果有在follow 我們這個節目就知道 我從小就自備性騷擾 這樣 因為自己的外型 對 就是大家知道 我就是 簽不該 忘不該 本該長一張俊俏的面孔 忘記你講 你知道我的外號叫做 嘉義彭魚燕這件事嗎 嘉義彭魚燕 現在還是嗎 現在還是 我昨天去台中高鐵站 一下子真的就有人找我簽名 然後我就請沈玉琳 三個字給他 他還看到臉綠的 你是沈玉琳 我才不要沈玉琳的 我還以為你是彭魚燕 我就沈玉琳在幹嘛 真的 真的啦 因為他當我是彭魚燕 所以他還找我簽名 2015年 你的病症更嚴重 這有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經歷了一年 又經歷了一些傳奇 對 我小時候在 上次不是在講過嗎 我在田梗上 然後遇到一個老阿伯 刺我的上半身 小朋友 你想學武功嗎 真的 那我就想… 好 脫掉你的上衣 我就脫掉 結果他就過來摸我 我那時候覺得 又小了 心靈受到打擊 一個阿伯 那時候我才是 九歲的幼童而已 所以我從小算是 有這樣的一個 怎麼樣 我想真的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我在職場上 我那時候在打工的時候 就是在一家那種 那算是工廠 那我就是當這種外務員 送貨員就對了 有一次就是我要出去送貨 玉琳哥 我要不要先幫你掛號還是 感覺他嚴重的 我要講最後的高潮 我要出去送貨 好期待 他就說他那個 他順路叫我載他一程 可是我騎摩托車 我們說我也騎摩托車 他說沒關係 可以的 可是我後面就有貨架擺東西 他說沒關係 他坐在貨架前面 那他就是跟我靠得更近 我那時候騎那種 我類似野狼夜舞這種 我為了避免跟他太多度的積分之親 我整個人已經坐在 野狼夜舞不是有油箱嗎 我只整個人坐在油箱上面 也太前面了吧 然後變成這樣再騎 然後變成這樣再騎 那個手法在我耳朵兩邊 我變成這樣再騎 這樣再騎 那你打擋怎麼打 就跟那個 那一直倒弄 就在煞車 然後轉 要弄 好 然後他一直貼近 貼近 然後我都可以感覺到他的鼻息 那呼吸越來越沉重 越沉重 然後我就騎一騎 他就跟我講說往那邊走 往那邊走 我想說你叫我孫路載你 可是那邊沒有路 那就是草叢 你往那邊走 你往那邊走還一直拍我的頭 那我沒辦法 他是老闆娘 我就聽到 就騎信草叢裡面 想當然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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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水打成衣箱了 我說他 我就整個氣急敗 我說這樣你高興了吧 這樣高興 他告訴我說這就是我要愛的 就要這樣 對 他就要那樣 後面的事就不變再多說了 總之 總之我收到收入了 我收到收入了 我收到收入 你發神經的症狀 越來越嚴重 這是真的 好遠一點 我講一個震驚的 好 好 因為幾年前 我還蠻固定錄某台的財經節目 然後因為天然去 所以就跟那一台的一個化妝師 我們感情還不錯 私家還不錯 那個化妝師長得非常非常漂亮 只有比袁愛妃差一點點 身高也差不多 然後外貌樣子也都很像 然後那個化妝師跟那一台 某知名的男主播 剛好去大陸出差 大概五六天回來 回來之後我就問他說 好不好玩 反正因為邊出差 你還是可以順便玩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書畫師 他就跟我說 燕燕姐怎麼辦 我一直在考慮我要不要 去跟這個電視台的主管去報告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報告什麼什麼事 他就跟我說 在出差的這五天當中 因為這個經費考量 電視台只有派這個 很有名很帥的這個主播 而且重點是他結婚了 然後也是那兩個小孩 因為經費關係 就是電視台只派這個主播 還有這個書畫師 去大陸採訪 去做專題 結果他說第一天 他們到了上海 一個人是住一個房間 然後這個主播三驚半夜 就敲他房門 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興趣 反正你也結婚了 未結婚我們就當作一夜情 對 我這個時候是朋友 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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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這朋友就覺得不舒服 他就跟他說我沒有這個興趣 所以第一個晚上大家就沒有事 因為他也沒有強迫他 結果第二個晚上 這個帥帥的男主播 他又去敲他房門就跟他說 你不要ㄍㄧㄥ了啦 我知道你對我也很有興趣 不然為什麼每次你輸話 都把我弄得帥帥的 你真的不要ㄍㄧㄥ了 我這朋友就很害怕 反正他也沒有帶手機 把對話的過程錄下來都沒有 他就跟他說 大哥 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很愛我老公 很愛我小孩這樣子 好 第二天 也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第三天 男主播又來了 又敲他房門就跟他說 你真的不要再ㄍㄧㄥ了 我覺得你其實愛慕我很久 然後整個人就趴在他身上 對 就趴在他身上 可是因為我朋友 他其實也不是好惹的 他就開始打他 然後就咬 真的就咬他 當然後來就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可是他覺得 他身心受到嚴重的騷擾 有男生是越打越咬 性質越強 對啊 還好他們是遇到那種的 有理性 好 那總之反正就是他咬了他 後來就沒有發生什麼 任何不幸的事情 可是因為當他講這件事情 給我聽的時候我覺得 不可能 這男主播其實當年很紅 現在也少有知名度 雖然他現在已經離職 可是他也滿少有知名度 而且重點是他形象 超好的 愛家 愛老婆 我就說不可能 你有沒有誣賴他 說燕燕姐 你相信我真的沒有 還在線上嗎 沒有 他離職了 離職大概半年一年左右 好 重點是後來 他就說他要去禀告 主管這件事情 我就說可是你沒有任何證據 你怎麼禀告主管 他就只好默默離職了 因為他覺得這種事情 不可能再發生 他不希望再發生 對 其實這個所謂的性騷擾 他是一種病態 他一直是一種病態 不管今天是男對女或女對男 他本來就是一種病態 但是因為台灣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有所謂的 性肖防治法的一個規範 我們在勞基法上面 也有規定這些東西 一般的正常流程的話 通常是第一個你要先蒐證 要蒐證就是說 你已經有被性騷擾 這樣子的一個事實 或者要旁有旁證 旁人的話有沒有 告訴你說有這樣的狀態 但現在目前因為台灣的公司 很多都是中小企業 那公司很小 很小的話有沒有 也沒有所謂的姓評會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在 你只能就是訴諸於你的長官 或者老闆這樣 那你會發覺很多台灣的老闆 都息事凝人 甚至包括有些老闆 他認為就是說 性騷擾他不是一個問題 他覺得說你可能你誤解了 你知道嗎 你誤解了這三個字 常常是很多的主管跟他的老闆 為了要能夠遮掩 他的管理上面的一個瑕疵 跟失當 所用的一種說法這樣 所以如果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真的建議被害人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些自我保護的 一些措施 但是在台灣目前這樣的一個 狀態下 你很難去討回公道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有沒有 今天假如說有一個 你的長官有沒有 可能年紀比你大 十多歲 他人家摸摸你的頭 這女孩子 這算不算性騷了 這個是有問號的 但是如果他經理 我也常被摸 對 摸頭的話他 我常被摸 大家不要懷疑好嗎 我親管還沒 有了... 我常被摸頭 你的什麼摸頭 誰摸你的頭 大老闆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還算年輕 這種的話是不是 他那老闆應該九十幾歲了吧 六十歲 七十歲 OK 摸頭這個界定 這個界定很模糊 但是如果說今天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 他今天摸完你的頭之後 還貼了你的頭髮在 你有感覺到呼氣的狀態 聞就不行了 這個就叫性騷了 要聞手呢 聞手 聞手的話要看你 你有沒有要讓他聞 如果說你講說 抽抽你的手 借我聞一下 如果是這樣摸頭 真的好奇怪 但是聞這一手 為什麼 這樣不算 這樣怪怪的 這樣怪怪的 摸 摸 你都摸這個頭 乖... 好香喔 還有一種是這樣 不是要這樣 這樣不算 因為他沒蹦 不知道我跟你講 延伸不對 這個東西沒辦法去界定 因為這個法律它本身的目的 不在於有沒有 去完全的防止 它只是在賀止 賀止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它是預防性的作用比較多 但另外一點 我要跟很多立委租公講 這些租公們 請你們把這個法律 重新再翻開來重修一遍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的一個模糊的地位 這個地位有沒有 反而是給什麼 加害人 還有包括他的資方的那個 有很多的一個轉圜跟解釋的空間 這樣解釋空間的話反而造成什麼 造成就是被害人我先不敢伸張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一定要修法 我們來 來 看 這個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打工族 其實最常遇到 對